電源把奶精已經紅茶 放進容器混合 再放上機器完全攪拌 倒進已經裝滿珍珠的塑膠杯 瘋膜 撥拌奶茶 是很多人必點飲品 以前到現在都四十五塊 現在那個飲料店 大家去到哪裡去 把他也沒去 實在是很感情 蠻好喝的 不會澀澀的 比較我比較喝不習慣 南霸店手藥店 老闆宣布今年完全凍漲 雖然奶精跟糖成本都有上漲 將近百分之四十 茶類部分 也上漲百分之三十 但售價完全不變 業者私下透露茶利潤非常高 春茶價格賣超過三十五元 就不合理 自爆以一倍三十五元的茶類 扣除掉人事租金 加盟金等成本 還是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潤 每賣一杯就能賺七塊錢 面對疫情跟通膨 其他連鎖飲料店 各自有應對政策 一間全國連鎖手藥店 去年十二月先行調漲 飲品價格平均上漲百分之五到十 另一間目前則是沒有漲價消息 沒有聽 如果沒有訊息的話就沒有 漲價是很久的事情 大概三四年 物價通膨有業者選擇漲價 打平成本開銷 也有業者反擊倒而行 宣布全年動漲 消費者照舊喝得開心 還能省個包 三天新聞 王少宇 李晨燕 台南報導